中国轰20最新的画面曝光了 之前有这个照片 是The Next 下一个照片 但是最新的The Next又来了 新画面曝光是轰20 它是在哪儿曝光呢 是轰20的生产厂家 叫西飞 他推出的一个宣传片 之前第一个宣传画 就是18年5月份 西飞推出的宣传片 它是大国起飞中 播放了轰20的电脑渲染图 当时厚厚的一个盟布 下面出现了大大的The Next 从此轰20就被大家称为The Next 2020年高考的期间 它又出现了 它穿的是个锦理套装 也是航空工业号 公共号 这位考生加油 现在新亮相 新亮相是1月5号深夜 空军在线发布了 一分11秒2021 招飞宣传片 叫竹梦蓝天 未来请你来的这么一个宣传片 除了有大盘明星出演之外 还吸引人的就是 片尾出现了轰20的画面 虽然都是电脑渲染图 但是轮廓已经非常清晰 这个非常清晰的 你看机头还有这个发动机拱起 这一次轰20也不是The Next 它是进行式了 它没有The Next 对吧 它尽管蒙了布 但是没有The Next 也就是说是什么呢 正在进行中 就应该是距离它这个亮相 公开亮相很近了 展现了轰20很多外形特点 比如高耸的驾驶舱 大家可以看 还有两侧背部进气道 与美军B2隐形轰炸机高度相似 通过画面 其实还可以确定什么 轰20和B2一样 没有之前外界猜测的 就是翘的小翼 就是它B2 它是没有一个垂直尾翼的 没有的 那么它现在可以确定 红20也没有 也是什么呢 也不具备 这个似乎也不具备 一个超音速飞行能力 不过呢 两翼外端 它似乎有类似什么 一刀凸起 对吧 有一刀凸起 当然在高度追求 隐身性能的 红20上 这个凸起 不是说真的一刀 有可能是某种新的传感器 这个画面已经够清晰了 另外呢 这个2021年 招飞的宣传片 还提供了新的角度 渲染这个红20渲染图 它在这个金头盔 这个护目镜上 你反射出 它首次蒙布的样子 揭开蒙布 它这个镜 飞行员这个面罩 它这个反光 它可以看一次 它揭开蒙布的样子 所以咱们主要是仔细看看 它这个揭开蒙布的样子 尖锐的鸟汇形机头 确实能看的 你仔细看 多看几遍 它是鸟汇形的机头 非常尖 跟B20如出一辙 这种前端略下垂的鸟汇机头 是隐形轰炸机设计的关键之一 在金头盔里首次揭开了这个蒙布 看到了整个G20的机头 它能清晰的看到这个尖尖的这个机头 非常漂亮 西非的这个空军宣传片里边呢 几次三番出现了盖着蒙布的引入放纱机画面 不代表它真是外形 那肯定不是闹着玩 虽然不代表真是外形 但是不是闹着玩 大家明白 那就是可以确定就是这款机 外形就是这款的飞机了 就是说都有细节变化 轰二零确实存在 首先第一点 咱们通过这个 西非的这个 从18年开始 这个照片就能确定是轰二零存在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它的外形大概 应该知道跟B20一样 所以这一点就能够确定这么几个事情 那确定了以后 那你就明白了 对吧 这个对某些国家来说 就有一个强大的震撼性 我存在这款武器 我之前谈过 轰二零已经实战了 很多人不相信 我可以告一下实战 百分百确认的是实战了 因为你要是对中国的武器相关 包括苏制武器 它整套测试系统 不关苏制武器 任何国家先进武器都明白的话 首先是要在什么 在战场 就是你的 你的所使用范围内 中国红二零就是在太平洋地区 对吧 在整个太平洋地区 那也就是说 在你适应这个战场环境 前提下 你才会有什么量产 那你连你的战场都没去过的武器 你让这个 谁签字 上面人给你签字 说这个东西能用 我觉得在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首先你必须在战场上亲自飞过一遍 亲自实战过一遍 以后你这个飞机才会认定你是可以参加实战 所以一定是飞去夏威夷飞回来 整个流程是走了一遍 所以现在什么 再次印证了 他马上就要什么 揭开这个缝簿了 也就是说 他参加完实战以后 所有的性能参数应该是满足空军的要求 所以现在西飞把这个宣传片一步一步做给你 应该是吸引这些吸引人的一个噱头 现在网上传 轰二零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么从早期的轰八算起 所以差不多的十年了 都是为这轰二零一直大家这个想看它的真面目 我可以给大家看最新的 你看那个那个机头的样子 非常非常明显 它就是B2 就是B2那个机头一模一样 这表明轰二零研制就持续很长时间以后 按照美军B2研制速度也是 差不多这十年应该露面了 所以我估计2021年应该是公开露面的最关键的一面 咱们只能等待吧 但是我这个频道是一直会跟踪的 给你最新的 我再重复一遍 轰二零已经在2020年某一个时间段 应该是年底某个时间段去过美国 应该是中美 包括特朗普让他所谓的相关内阁人员去台湾 这个刺激到中国了 所以中国在那段时间 中美对抗最激烈的时候 应该是轰二零亲自起飞去过夏威夷 之后美国国王部长亲自给北京打电话 亲自来这谈 当时有这么一个新闻可以回溯 美国的国王部长亲自打电话 而且是要亲自要重新来到北京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 大家其实不注意这些小细节 他为什么来 那一定是中国有一定的行动 让你美军感到恐惧了 这个行动 我的推测就是轰二零的实战 去夏威夷再回来 而整个飞行过程 没有美军能够干扰 能够影响我的执行任务 所以轰二零再重复一遍 已经实战过了 现在再次印证了 西飞准备给他把这个盟雾揭开了 这已经揭开机头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机头就是B2 一模一样 包括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他之前也报过一张照片 我觉得那个张照片 应该是最接近于真实状态的 轰二零 B2其实当年曝光也是保密 美军也保密 所以其实这个 现在这个轰二零在哪实验 我告诉你 在这个人稀少的地区 在实验 那这个地区在哪 大家知道这个主要在西部地区 包括你这个 你现在在网上看不到西安的网友 能发现这个轰二零印记 就是他不是在西安 不是在西安 现在很多这个沙漠地带上空 你可以去那边拍一边 我估计拍不到 拍不到 他这个飞行高度不会让你拍到 所以现在网上看不到这个 这个网友能拍到这个轰二零 非常隐蔽 那轰二零呢 如果是真的是已经 真是已经 即使这个轰二零服役的话 那么中国在轰二零这个基础上 要进行什么 进行相关的部署 配合轰二零战术 战略任务的这个配处 也是正在进行就是003和004航母 十一度 三次 一这个轰二零 写你的 词 词 二架 二三 三 四 四 就